親愛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感謝主讓我們今天又一起聚集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件新事 一件新事 因為我們的神乃是在曠野中開道路的神 我們知道在過去的時代有很多的地方 是我們沒有辦法到達的 因為在以前的生活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把哪一條路 把它弄死 把它炸開 我們沒有辦法把三棟炸開 但是因著科技的發達 我們知道我們已經可以條條道路通羅 我們可以去到任何的一個地方 所有的公路幾乎都已經視通發達 我們可以任何去到任何一個地方 因為科技發達神賜給我們的智慧 讓我們有機會可以去到任何的地方 在中國青藏鐵路它也是一大器官之一 青藏鐵路也是一大器官之一 Discovery還曾經為了這件事情做過報道 因為它可以從很高的高山到穿越極厚的冰原 只要十二個小時就可以從青海到西藏 以前文城公主她要從長安走到西藏要走三棟 可是我們現在哪用十二個小時 三年跟十二個小時是很大的對比 今天在我們的人生中 你有看到這個人嗎 你有看到這麼高的高山跟這麼低的低谷嗎 在你的人生當中 你有像這個人一樣 現在坐在這麼高的高山 晃得這麼深的低谷覺得 我的人生 你有這樣的體會嗎 你有現在有這樣的感覺嗎 但是神說什麼 神說 他要為我們預備一條平安的道路 他要為我們預備一個平安的道路 今天我們所讀的這段經文 在以赛亞書 他所要強調的是什麼 神要遭去當時被辱到 巴比倫的以色列人 告訴他們說 親愛的寶貝 你要有盼望 因為我要從那裡把你拯救出來 我要從那裡把你拯救出來 上帝說我要做一件心事 有心就有救 有心就有救 救星是什麼 救世是什麼 救世是在說 神出埃及的恩典 出埃及的恩典 神說 他要給你一個清楚的信心 你去看見神以前 帶領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他說 你的未來我是能成就的 我要給你一個新的夢想 我要給你一個新的夢想 有些學者稱這段經文說 是出埃及的經文 新出埃及 再一次的出埃及 神說我要把你們 從貝魯的地方拯救回來 我要把你們從貝魯的地方拯救回來 這段經文是一件 之前跟之後的比較 什麼是之前 之前是什麼 曠野 乾旱 沙漠 之後要有什麼 要有水 要有河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 如果你在曠野跟沙漠 那是一個人類無法生存 就算可以生存 你在那邊也會很辛苦 但是只要有水跟有河 你就能活得很開心 那是神要為你開一條道路 神要為你開一條道路 這是一個何等榮耀 何等開心 何等歡呼 讓你覺得是一件 不可思議的事情 你會說 哇一切真是不可思議 所以我們知道 神是唯一能給我們祝福 帶領我們走出那個況野 帶領我們走出那個況野 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點是 我們要看見上帝的大門 我們要看見上帝的大門 這個字有點不太清楚 不過沒關係 這一段經文呢 就是在說 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把洪水分開 所有的人 他把海水分開 所有的人走過去的時候 以色列人過去了 但是其他的軍兵怎麼樣 被淹沒了 神帶領當時辛苦的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帶領辛苦的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說有一個重點是 你們再來要得到我的拯救 在整圓以賽亞書裡面是在說 以色列人總有一天會被辱到巴比倫去 但是以賽亞書要強調的另外一個重點是 神一定會再帶領他們出來 神一定會再帶領他們出來 因為神是那偉大的神 他比任何國家的君王 比任何的神明 都還要偉大 如果你去讀以賽亞書 你會發現 以賽亞書是充滿偶像崇拜的 以賽亞書是充滿偶像崇拜的 在這一個禮拜 我不知道大家 住在彰化室的感覺是什麼 可是以我住在彰化室的感覺 我一直聽到便炮聲 啾啾啾啾啵啵啵啵啵啵啵 我相信你會發現我們彰化室 也是一個偶像崇拜的地方 但是神說我要在這邊做一件行事 神在當時的以色列的民主裡面 做一件行事 我相信神也要在我們這個世代做一件行事 他要帶領我們出這個曠野 他要帶領我們到一條新的直的路 在巴比倫 在巴比倫是一個很墮落的地方 但是神說我要把你們拯救出來 他們如何知道神愛他們 他們如何知道神愛他們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今天如何知道神愛你們 你要去看見神的大門 你要去看見神的大門 你一定要去看見神是帶領我們出埃及的人 神是帶領我們出埃及的人 神說以前我能帶領這些人出埃及 現在我就照樣能帶領你們 耶和華說你們的救助主 以色列的聖者如此說 因你們的緣故 我已經打發人到巴比倫去 神給他們很清楚的應許說 因你們的緣故 我已經打發人到巴比倫去 所以神很清楚的要告訴你說 他的大門要實現在以色列人的總間 也要實現在我們的總間 十五節的經文怎麼說 說我是耶和華你們的聖者 是你們的君王 這樣的弟兄姊妹 神在他們最害怕的時候 在他們最失望的時候告訴他們 我要保護你 今天當你在最害怕 在最緊張的時候 忽然有一個人告訴你說 我要保護你 你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很溫暖 你是很有缺心很有盼望的 我現在因為我 我之前有時候會自己一個人住在家 那有時候因為自己帶著孩子 你就會覺得有點緊張 尤其當孩子在生病的時候 你會覺得壓力更大 因為你只有一個人 但是當旁邊有一個人 協助我照顧的時候 你知道我的心可以放心的程度 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百分之八十 因為有一個人 你知道有一個人在你的身邊 可以協助你 可以幫助你 同樣的 今天當你在很難過的時候 神說 我是你們的聖者 是你們的君王 他說我要保護你 所以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事情 仰望在神的手中 你可以把你的事情 仰望在神的手中 神也提醒我們一件重要的事情 這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不要沉溺在於回憶當中 不要沉溺在於回憶當中 在經文裡面神怎麼說 你們不要紀念從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 哇那跟剛剛的事情 矛盾了 神說你看見 我是帶你們出埃及的神 但是他現在怎麼說 他說 你們不要思想以前的事情 不要想念古時的事情 神是要告訴我們什麼 神是要告訴我們 不要沉溺在我們的回憶當中 我們不要沉溺在過去 一直看過去 神不要我們單單緬懷過去 他要我們努力面前 看到我們未來的目標 看到我們的未來的目標 今天很多基督徒 他會說 我以前二三十年前 我的屬靈的光景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我的屬靈的光景怎麼樣怎麼樣 親愛的弟兄姐妹 神要你看到的是現在 是現在 他要問你的是 你今天怎麼樣 你明天怎麼樣 你下個禮拜怎麼樣 你明年怎麼樣 他不是問你說你過去怎麼樣 他是問你 你今天怎麼樣 你明天怎麼樣 你下個禮拜怎麼樣 現在的弟兄姐妹 你有明天嗎 有沒有 有的話請點頭 你有盼望嗎 有 你有 你有夢想嗎 有 你也有 如果你現在前面有座人 請你拍拍他的肩膀 跟他說 你的背影看起來好有盼望 如果你的前面現在有座人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是有未來 我們是有盼望的 神說 你是有未來的人 你是有盼望的人 你不要再去看到你的過去 我們知道當一個人 把相簿拿出來的時候 告訴你說 哇 你看看我以前好瘦 你看看 這是我的老婆 哇 生了小孩子之後 就不要再講話 但是生了小孩子 哇 我們知道當一個人把他的相簿 把他的東西拿起來的時候 這個人已經怎麼樣 有年紀了 他已經 就講過了 但是 神說 你不要單單沉迷在你的回憶 我們知道年輕人是怎麼樣 我們等一下去看電影 我們下午去打球 然後晚上我們去教會聚會 年輕人看的是什麼 看的是未來 看的是未來 所以神說 你要是一個看未來的神 神的工作是一個不斷在進行的 如果我們一直看過去 那你沒有辦法跟上神的腳步 你要跟上神的腳步 神要提醒我們 祂要有一個新的作為 祂要有一個新的作為 今天神一直說 祂要成就一件新事 那件新事就是 祂要在礦野裡面有水 在沙漠裡面有河 但是 我們知道 沙漠是非常廣大的 礦野也是非常廣大的 你在裡面 你在裡面很容易迷路 你在裡面很容易迷路 那怎麼辦 這麼大的路 當你迷路怎麼辦 來到神的面前 神說我要做一件新事 今天我們要跟隨神 神必定會開我們的路 我們要去成長 我們要去突破 你一定要去成長 你一定要去突破 我們要活在神給我們的計畫裡面 我們要活在神給我們的計畫裡面 你今天不會說 我只想要回在過去 你今天一定會說 我希望我是一個有未來的人 神的兒女都想要做一個有盼望的人 今天我們都要成為一個有盼望的人 有一個幼稚園的老師 他曾經跟我分享過 所有的孩子都一樣 他說當所有的孩子都很壞的時候 譬如說今天有一個孩子 他在大班特別搗亂 他在大班特別搗亂的時候 老師就會把那個孩子叫來 譬如說他就叫一樂一樂來 一樂來 你今天呢 造成這個班級非常混亂 所以呢 你現在在大象班 那等一下呢 你去小班 小班我們叫他綿羊班好了 等一下呢 你去跟綿羊班吃午餐 你等一下就去綿羊班吃午餐 因為你今天太壞了 所以呢 你降級 那老師就把他的名牌換成 那個綿羊班 這個孩子就會說 我不要 我不要去綿羊班 因為對他來說 為什麼 因為他降級了 他降級了 對他來說 那是一件心裡很愁苦 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 他就會變乖 他就會變乖 我們知道每一個人的生命 是要不斷的往上 不斷的往上 我們每一個人都想要有未來 今天神說你要升級 你要上小學 可是你會跟神說什麼 不要啊 小學要早起要寫功課 但是神說你要突破 神說你要突破 我們知道在成長的時候 我們很痛苦 但是主耶穌告訴我們 進天國的門是窄的 你要努力去尋找 你要努力去尋找 今天耶穌就是那條曠野的道路 你要去抓住他 你要去牽緊他的手 你就可以從這邊 走到另外一個城市 你就可以從這邊走到另外一個城市 神應許我們 他是一個開道路的人 他給你的明天是什麼 是祝福的明天 他給你的明天 是恩典的明天 他給你的未來 是保護你的未來 是他的手牽著你 跟你一起走的 是他的手牽著你跟你一起走 在這一段經文裡面 我剛剛有說 他是提醒當時的以色列人 說神要親自帶領他們出發彼路 同樣的今天這段話也是在告訴我們 當你在曠野裡面 當你在害怕裡面 你覺得沒有路的時候 你覺得你的未來 完全被別人給挟制的時候 神說我要做一件心事 在你的身上 我要做一件心事 在你的身上 這也是神賜給我們滿滿的盼望 如果我們仔細看這一段經文 在二十節的後半段差說 因我使礦野有水 使沙漠有河 使礦野有什麼 水 使沙漠有什麼 河 那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剛剛有說 有水有河 我們就能活得很快樂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生命的部署 這是一個生命的部署 我們看地球 我們的陸地佔多少 佔一點點 那是我們的生活裡面 地球百分之七十一 都是水 陸地只有半百分之 點點點而已 很多地方都是水 在我們的平均的水深 有三千公尺 那我們人也一樣 我們的人佔多少水 我們的人佔百分之六十 到百分之七十 在我們的學歷裡面 甚至佔百分之九十的水 水代表什麼 水代表生命被復甦 今天神要給你的生命 是一個復甦的生命 祂要給你的生命 是一個得著祝福的生命 我們在創世紀十六章 還有二十一章 你會聽見一個故事 那個故事是夏甲的故事 夏甲呢 他因為懷孕 那他的祖母苦待他 所以他被趕出 趕出去 他就出去了 那他覺得他很可憐 他就到一個水井邊 他遇見上帝 上帝跟他說 你的孩子要受我的祝福 給他取名叫李什瑪利 這是他第一次在水井邊 遇到神 第二次呢 當他孩子出生的時候 他又再一次被趕出家 那他在哪裡遇見上帝 他一樣在水邊 神給他看到一口井 他一樣讓他的生命匆忙盼望 所以我們知道 神是四生命的神 是四生命的神 在約翰福音四章十四節 我們一起來念 預備 來 人若可 我所吃的水 就永遠不可 我所吃的水 要在他裡 我所會的水 十六八六十 好 經文說 人若喝我所吃的水 就永遠不可 今天神要給你一杯水 今天神要給你很多的水 你覺得你想要得到什麼 你想要領受哪一個 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 因為神 有了不一樣的改變 因為神有了不一樣的改變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懂這個意思 來 你看到這張圖片的時候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一杯水 你看到一杯水 你覺得今天 口渴的人給他那一杯水 他會不會很開心 會 他大概不到幾秒鐘 就可以把那杯水喝完 但是今天神要告訴你 我給你的 不單單只是你眼睛所看到的那一杯水 來 你看到他後面有什麼 他後面還有小溪流 有河 今天神要給你的 不單單只是你眼睛所看見的那一杯水 他所要給你的 是預備在你後面 你可能忽略的那一條河流 我們知道 神給我們的恩典不是一杯水 他告訴你這一定不夠 他要給你知取的是後面那一條河流 那一條河流等著你去跟神說 哇 這些水我喝不完 我喝不完 我要非給別人 所以我們知道神不是吝啬的神 神不是吝啬的神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天當你看這一段經文的時候 神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他要送給我們一個寶貴的應許 就是 你要打開你的視野 你要敞開你的心 你要看見你在神的手中 極重的重量 我們再一次喔 你要打開你的視野 你要敞開你的心 你要看見你在神手中的重量 是極重的重量 我們要求神幫助我們 不只活在過去 剛剛有人告訴你 你的背影看起來很有盼望 你要確信神也在告訴你說 你的未來我要做一件心事 你的未來我要做一件心事 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不活在瑕疵的裡面 讓我們不活在瑕疵的裡面 我們是一個神的寶貝 因為我們是很有價值的 我們常常活在瑕疵的裡面 因為我們被人瑕疵 我們被別人的語言瑕疵 我們被社會的教導給瑕疵 非洲有一個部落 他們那個部落呢 只要是他們那邊的男生 要娶一個姑娘回家的時候 他們就一定要送牛 牛 那有一個姑娘呢 在他們的部落裡面 我們知道每一個部落的審美觀不一樣 大家的審美觀都不一樣 那這個部落的姑娘 是裡面的領導的女兒 領導的女兒 那這個姑娘呢 在當地而言 她長得不是很好看 所以當地的人就覺得 這個姑娘一定嫁不出去 一定嫁不出去 有一天 有一個男生 就到這個領導家裡 去提親了 去提親了 哇 全部村莊的人 都聚集在他們家門口看 她真的去提親了 過沒多久 她牽了八頭牛 把這個姑娘娶回家 把這個姑娘娶回家 在當地而言 一個漂亮的姑娘 用三頭牛就很多了 但是她帶了八頭牛 把大家認為 這個不怎麼樣的姑娘娶回家 終於到了新婚之夜 這個姑娘的補助網 就開口說 你為什麼把我娶回家 這個新郎告訴她說 如果我的家有更多的牛 我會把所有的牛 都帶到你們家 因為我看見你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人 我看見你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人 從此之後 這個姑娘 在她們的村莊裡面走路 永遠是抬起頭 因為她的生命變不一樣 她被賦予不一樣的價值 她知道有人看她的眼光 不是那樣的 她看見她生命中的價值 她的人生的態度完全改變了 她的人生的態度完全改變了 過去讓她很痛苦是因為 她覺得全村莊的人都不肯定她 都不肯定她 也看不起她 但是當有人愛她 有人肯定她之後 她心裡內心那最尊貴的價值 被激發出來了 她看見她的生命的價值 是很重要的 她知道她的生命是有人愛她的 現在的弟兄姐妹 同樣的 今天在我們的生命中也是一樣 有人告訴你 你的工作憑你長 憑你的條件 憑你的年紀 你怎麼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也有人告訴你說 憑你的條件 你怎麼可以出人頭地 甚至有人告訴你 憑你小孩這樣 以後怎麼可能給你享受好的生活 有很多人告訴很多話語 瑕疵我們 有很多人告訴很多話語 瑕疵我們 讓我們在我們的生命中設下限制 我們會以為 我的孩子永遠都不可能會有更好的成就 我們會以為 我永遠都不可能得到健康 我們永遠會以為 我跟我先生的婚姻就是這樣而已 我跟我太太的婚姻就是這樣而已 我的家庭也不可能再改變 親愛的弟兄姐妹 這是神給我們 這是神要告訴我們 不要給人家設下限制 神說我要在你未來做一件新事 所以經文的告訴 親主的告訴我們 他要成就一件新事在你的身上 神不會看你的過去 神說你要看你的未來 我也會用我的眼光看你的未來 神的眼光是看未來的 不是看過去 或許在過去 你有一段時間非常痛苦 你覺得那段時間你非常的脆弱 但是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你看到你的脆弱跟你的痛苦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 你用你的眼光還是用神的眼光 當你用神的眼光的時候 神要清楚告訴你 他要做一件新事 他要做一件新事 神不會因為你過去的決定 而不愛你 神不會因為你過去做錯的事情 而不愛你 他說這個祝福 是確信一定要給你的 這個祝福是確信要給你的 因為我使礦點有水 使沙漠有河 好賜給我的百姓河 我的選民河 今天神說這個應許 確確實實是要給我的百姓 給我的選民 所以你不要說我得不到 親愛的 你永遠得得到神所賜給你的恩典 因為他要給他的選民 他要給他的百姓河 當我們臨受神的生命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活出不一樣的生命 你活出亮麗的生命 雖然我們看不見他 但是神一樣要把這樣的應許 放在我們的身上 放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一起來唱我們今天的回應詩 那雙看不見的手 那雙看不見的手 在我們的周報的十四夜 也有這首歌 那雙看不見的手 神說雖然今天你看不見我 但是我一樣要對你說話 我一樣要對你說話 我們一起來唱 就是這樣 誰有見證 神說雖然過去 神說雖然可以 在我沒有説明 神說雖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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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手 是你的手 你的手 衷心抚慰 我能破碎的心点 是你的身影 温柔话语 再度填满 我心里终于极客 追不见你 触不到你 但是我只 你正在对我的云 哦主耶稣 哦主耶稣 我神知道 你一直就在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邀请你们把你的眼睛闭起来 把你的心长开 你去看见神在你生命中的 大的 在你生命中 祂所赐给你的恩典 你感觉你领受的是一杯水 还是一条江河 神说你眼睛看到的那一杯水 不是我要赐给你的 我要赐给你的 是后面的那一条江河 只要你愿意 你就跟我来领去 所以你现在 你自己跟神做一个祷告 当你愿意的时候 你就跟神来自取 后面的那一条河流 神说我要大大的祝福 你大大的放在你的身上 我们一起开口跟神祷告 你亲爱的天赋 祝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 祝我们相信 祂是赐生命的祂是神 你要赐给我们每一位 弟兄姐妹 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祝我们给他们的手 满满的祝福 满满的恩典草 在身上去 我们要背了一个箱子 我们知道 我们要得到的是一个 新的爬光 是一个新的未来 祝我们祝福 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真的打成心理 敞开 接受你来到我们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说不要活在过去的瑕疵当中 我们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对未来有盼望的人 神要建立我们正确的观念 要给我们一个很重的很重的 宝贵的生命 再放在祂的手中 我们在神的手中 都是极有价值的 你要看见 上帝要在你的生命中 发出不一样的亮光 祂要使用你的身体 神为了你 被钉在十字架上 祂也要用祂的手 重新安慰你 那破碎的心点 祂的声音也要告诉你 你的心里 你的心里 不在极渴 因为有祂的话语 要充满在你的心中 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歌 那双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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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的玉玉 好主耶稣 主耶稣要撕下 慢慢的祝福 在我们的身上 你要相信三个神之后 那神就要 四个祝福的保卫 在这里 是你的手 你的手 忠心抚慰 我那破碎的心田 使你 神里 温柔花语 再度填满 我心里终于记得 我们一起奉行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是你让我们看见 我们的未来是大有徬徨的 主耶稣我们知道 你不单单只是要祝福 以色列人 你要让我们成为 富足的人 在我们的生命中 你也要成就新世 主 让我们不单单只是活在过去 让我们不单单只是看见 我们过去的属灵的光景 让我们知道 主你在我们生命中 你要成就那美好的事情 你要给我们的 是丰盛的生命 我们是神所拣选 是有使命的 是有盼望的 我们是要把这美好的福音 带给其他的人 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 去影响别人 主我们知道 你的爱 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因为我们在你的手中 是极有价值的 是极为宝贵的 主耶稣 谢谢你赐给我们 这么宝贵的应许 让我们知道 我们得到的恩典 不只有一杯水 而是有更多的祝福 等着我们去自取 我们也知道 我们手左的每一步路 我们所行的 每一个脚步 都用神的祝福 主 谢谢你让我们今天 聚集在这边 让我们领受 你的恩典跟祝福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扑恩耶稣 基督圣明 阿们